前议员李婉玉去年因为想上网红馆长 陈之汉的造句 双方因此杠上 李婉玉事后怒告馆长防害名誉 昨晚18日 李婉玉在脸书上在呛馆长 要他把100万拿来 馆长随后也开反呛 你在讲什么我真的听不懂 并很酸李婉玉想学陈姨很难 因为人家讲话也有她的三分道理在 李婉玉昨天在脸书上贴出多张 他和馆长助理小宇去年交涉事宜的相关对话截图 痛批馆长拿他来炒新闻 因此自己才会骂他们很差劲 很烂 但馆长后续却又开了四五四的 到现在还不断的误导 大家我是因为没有办法上他的骂人 一直扯到现在每一天都有负名就李的人来骂我 馆长你到底要硬拗什么 他还要馆长拿出100万 对此 馆长第一时间也开反呛 我当天问观众 观众就不要让你来 隔天你骂我的助理 隔天就上新闻 然后你一直说我们在消费里 把事情泄漏给记者 他要李婉玉提出证据 看是泄漏给哪家记者打来对质 或是提出馆长泄漏给记者的对话 只要有他就会将100万给记者 馆长还很酸李婉玉想学网红陈怡 表示我觉得你没有办法跟人家科乌阿弟四生 跟人比的意思 人家他讲话也有他的三分道理在 你要学陈怡 我觉得真的很难啦 对此 陈怡稍早前也在脸书上回应 可以不要趁机跟我告白吗 丑的我安堆 蠢的更安堆又丑又蠢的 安堆安堆哈基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